很明显吧 这是一窝在滚镇 这个是番薯吧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制作一些 能够说废物利用 或者是把一些多余的食材 拿出来再应用 比如说这个番薯糖水的话 一般商人可能煮了 你可能就不会吃那么多番薯吧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番薯 一部分的番薯给它捞出来 等一下我们做那个番薯丹鸟 就这样吧 这个是还没有煮熟的 还要等多一阵子 然后呢 你就可以拿东西把它压烂 哎呀 想着烂啊 我觉得是 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来压烂 或者用什么来捏烂它 其实也可以的 这个糖水也差不多好了 其实包糖水呢 其中一个密集大家都下了糖吧 但是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密集 就是不要让它使甜 就是一味的甜 就下少少的盐做调味 那就会有吧 那个糖里面的其他的 变得比较多层次 OK 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小密结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加面粉 我觉得大概蒸酌吧 我这个大概是三分一碗就好了 因为我的那个 呃 番薯不是很多吧 那然后再放一点点盐 多一点 ok 然后就可以用手把它 弄烂 就这样啦 然后就把它弄成一 就是一团好像盐形吧 然后你就再把它压扁压扁 压扁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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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大概你看我这样 就是两条番薯就可以做大概整十粒的 那个甜甜圈了 然后过后呢 那个糖水大概也可以做成大概是两小碗 就足够一个人两个人的分量了 所以是假如是一对夫妇的话 其实这个小甜品其实蛮适合一家两口 或者是一家四口 看你就自己斟酌着那个量吧 炸一炸它 接下来就是这个糖香 搅拌那个白糖 就发火 把它煮 只能说我做的是拔丝 天天牵拔你看好渴 好好玩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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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